她第一時間是告訴我 她只有把菜櫃給帶回家 她的態度並不是非常的友善 那她好像覺得我在誣賴她 監視的畫面非常清楚地顯示 餐廳就把這個袋子交給她 那王姓警官在當下也沒有任何的罪態 那非常的清醒 所以她後續說 她在這個捷運上把我的袋子吐的都是 然後丟掉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很明顯這個說謊嘛 前後不一 她很明確地知道 那個就是別人的遺失物 但是她嘔吐的時候 不是選擇吐在菜櫃的袋子裡面 原來別人的個人物品 比起那一堆菜櫃 還是更加的不值得 這樣子的袋警怎麼能值得信任 她其實從頭到尾跟我講話的態度 都比較像是 她要去幫我尋找遺失物的一個好人 而不是一個承擔責任 要把本來就應該交付的東西交付給別人 這樣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如果她今天知道 這樣子的一個遺失物不是她的 那她怎麼可以去動裡面的東西 那我想這樣的人品是不是也很有問題 你今天一再地說謊 一再地欺騙 那我會覺得我沒有辦法忍受 而且我在跑湯的過程中 東西遺失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我希望不要再有下一次